2018年8月8月7点三十二温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旅月主持一通声援言新闻站在审判席上,56岁的何嘉顺比半年前销售仓老许多。 今年4月11日上午,绍兴市委员常委,宣传部员部长何嘉顺受会案,在台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建方指控,2010年至2013年下半年前,何嘉顺利用担任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柯桥区委书记的职务便利,被他人在房产销售,项目建设等方面的请托事项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盗人所送财务,共计价值人民币559万余元,7月2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何嘉顺犯受会罪,被出一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随暗移送的8件贵重物品和退缴,的196万余元账款,均被依法没收,并上缴国库,在很多旁听者印象深刻的是,在何嘉顺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中,他几乎不收任何现金。 何嘉顺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担任领导干部20多年间,曾经多次拒绝他人赠送的财务、股票,为何这样一个似乎有底线的干部? 最后一步步划向犯罪深远,也曾多次聚会何嘉顺在忏悔书中说,自己曾是个不图所有的干部,1984年,他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此后试图顺利。 2006年初,何嘉顺夫亲长担任县委书记,命运恰逢其时的给他安排了一唐神栋的廉政教育课,彼时的新长,刚刚经历了一场反腐大风暴,多名县级领导干部,因为收受大量县请被查处,这要何嘉顺第一次近距离受到了警示教育。 然而,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毕竟非同小可,特别是后来声援绍兴市委常委,绍兴县委书记后,何嘉顺开始深陷各种不同目的,不同动机人员发起的强烈攻势中,从收受烟酒,衣物,保健品开始,他慢慢把收受礼品礼物,定义为社会上一种潜规则,态度也从开始想退,到想退未退。 对,再到后来的新安理德,甚至把我为你办事,你自愿送我五品堪称是一种常态,曾经的不图所有。 在何嘉顺内心逐渐退化,为只要不收受,现金就好。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往往价格比较模糊,即使组织查到也可以推说自己不知道确切价格。 因此,2011年,在何嘉顺担任上新线委书记期间,当某环导科技集团把人鸿蒙为感谢其在某一能染物里处理项目建设上提供帮助。 送上一件价值279万元的成果品到青田石雕艺术品时,他没有拒绝,在贪欲中沉沦,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暗号。 何嘉顺的雅好卓是让一些别人用心折着准了方向。 2011年,在何嘉顺为某房地产项目销售提供帮助后,某置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申某颇为失去,的分别于2011年。 2012年春节前,2012年下半年送来价值4万元的象牙雕观音像一件,价值8万元的象牙雕螃蟹一对,以及犀牛脚牌,犀牛脚背个一个。 2012年前后,因为何嘉顺在烧星线某文化博物馆向幕电社上提供了帮助,烧星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赵某在市城后也立马封上了两根价值8万元的象牙原牙,回顾自己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 何嘉顺总结一个重要原因,是萌生了根植于内心的贪欲,物质得的欲失,多余寡成为他衡量幸福的标准。 再加上次认为为当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何嘉顺渐渐变得飘飘然。 在何嘉顺的袒护下,鸿蒙的企业为通过高投标,就取得了烧星线某印染污泥处理项目的建设权。 烧星线还专门下发文件,将全线印染污泥垄断给鸿蒙的企业处理。 2012年7月,为感谢并继续求得帮助。 洪某表示愿意将2006年购买的杭州富洋一套别墅,以173.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何嘉顺父母,为引人耳目。 双方达成协议,洪某手下何嘉顺夫妇在烧星市区被依靠价值156.4万元的商品房,另外再拿了一笔21.3万元的钱作为差价及相关利息。 事实上,何嘉顺拿到相关合同时就已经窒息,税务部门是根据354.1万元的价格对这套别墅计争契税,此时的何嘉顺已经从感慨被围裂,堕落为干预被围裂。 当场类洒法庭,2017年5月,省纪委建委第9期检检查释收,到处案管事宜交的问题线索,反映时任烧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嘉顺的妻子,岳父在烧星市中心医院治疗时入VIP病房。 费用却按普通病房结算,经调查核实,未求的何嘉顺对医院工作的支持,医院安医保保项额度55元每天收取床外费,远低于规定的580元每天,两人和纪上妇床外费17.5万元,且何嘉顺在知情后仍没有补交相关费用。 后来,何嘉顺在忏悔书中写道,自己当时已经完全被贪婪控制,何嘉顺不仅没有管住自己,也动容家人与商人深度交往,妻子张某因此成为何嘉顺案件中一个特别的角色。 何嘉顺坦言,在调到上新线的前妻,自己对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妻子还有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个别企业与其联系的同时,与张某也有接触,她就慢慢选择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这些,都是我平时没有严格执行党纪党规,按要求管好家属所致。 在忏悔书中,何嘉顺痛彻心扉,而庭审当天,在何嘉顺最后被罚警拜了一时,面对庭下哭成一片的家属,也是泪流满面。